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天罗美食这个频道 我是杜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 纳尾鱼肉馅 这里有鱼肉一包 两磅重 纳腸两条 虾米50克 虾米浸3小时左右 将它浸淋身 用刀切成一粒 虾米腊肠 我们都不要用机弄 将它切成一粒 让它有口感 腊肠一开四 将它切成一粒 如果没有腊肠腊肉液 可以的 切好的馅料备用 鱼肉开冰后 用清水冲透 滤干水分备用 然后开机将它搅拌 鱼肉分批饺 少量搅拌 稍微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鱼肉最好分两三批饺 少量搅拌 它就搅拌均匀 打好的鱼肉我们用机搅拌 再搅拌均匀 吃的过程 首先放鱼肉 把鱼肉或猪肉打至起胶 用中慢粗 放上食盐 用清水开好生饭备用 鹽和鱼肉大致3-5分钟时间左右 让它起胶 放上鸡粉 白糖 胡椒粉 把鱼肉调至中速 大致上5-6速 把桶边刮下去,让鱼肉搅拌均匀 看看鱼肉的软硬度 把鱼肉搅拌均匀 可以放上生粉水 有水和生粉的鱼肉更爽口 软滑而爽口 大家感觉到鱼肉软硬适中就可以了 鱼肉的鱼肉搅拌均匀 鱼肉和水的搭配要盒到好处 鱼肉爽口有弹性 最后放上腊肠粒 虾米粒 将所有材料放齐之后放芥油 鱼肉和鱼肉 这鱼肉肉 放在8分钟 现在大家看到鱼肉鱼的软硬度 它弹性而又爽口 搅拌好的餡我們在玻璃器皿 將它擦拌 大約一分鐘時間左右 魚肉餡更爽滑 有彈性 魚肉餡的用途廣泛 與豬肉餡一樣 大家看到魚肉餡的效果 爽滑軟熟 軟硬適中 魚肉餡可以做魚腐 釀豆腐、釀茄子、蒸魚餅 魚肉燒賣 味道非常鮮美 營養健康、保存方便 打好的餡我們可以放入急冷櫃 用的時候提早一晚拿出來備用 喜歡的朋友可在家裏做些品嘗 與喜歡的視頻 請你訂閱、分享、點讚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請問我們下期節目 我們下期節目 請你跟您下期節目 請您下期節目